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 头驼渊小头红为您播讲 陈东创作的 遮天 后期制作 小白菜 第百八十一集 叶凡没有敢将这一箭射出去 他觉得若是射出 说不定将天打出一个窟窿 老人给他的骨功与剑鱼 实在是太神秘了 拥有不可思议的伪力 当然 最让他震惊的是 捉风上那九只不祥的老鸭 全都化成了乌光 没入他身上的九只剑鱼中 在这一刻 仅仅是将一只乌黑的剑鱼 搭在弓弦上 上方的天空就轻颤了起来 这一定是中宝啊 叶凡觉得 选择留在捉风上完全正确 这里有着太多的秘密了 叶凡手持骨功 面对天空指向哪里 哪里的人便会惊叫 亡命飞逃 远空 疏到人影快速重来 兴风有长老驾临此地 高呼着 李师兄 手下留情 将他们惊走就算了 就在这时李若鱼的声音传来 天空中 兴风的那些弟子四散分逃 全都吓得变了颜色 很多人脸色雪白无比 是传说中的那把骨弓 不是随着捉风的传承同时消失了吗 怎么会突然出现了 那九只老鸭 经常见到 想不到竟是如此的恐怖 与九只剑鱼 能够分别 合一 他们到底是什么呀 捉风 一切都是那么的普通 没有任何出奇之处 就连叶凡手中的这把骨弓 看起来已朴实无华 黑漆漆的 像是被火烧过一般 甚至上面还有几个虫洞 显得有些腐朽 死随时会烂掉 但正是这样一把破弓 所透发出的波动 让天穷有些扭曲 像是有一种无形的立场 传向四面八方 兴风的诸多弟子 战战兢兢 脸色雪白如纸 兴风有数位长老降落而下 对破落电雨中的李若鱼失礼 其中一人说道 恭喜师兄 着风一脉将大放异彩 李若鱼走了出来 对几人回礼 何出此言 着风一线 想来传承即将开启 酒蜜一出 其他主风都要碍然失色 着风将照耀太玄 光辉冲天哪 李若鱼摇了摇头 着风是我偶然得到的 并不能预示传承将开启 李师兄 在哪儿得到的捉弓啊 兴风的几位长老全都露出惊异的神色 在半山腰的一个欢洞中 被那窝欢筑巢 当作木柴而用 闻听此言 所有人都趁目结舌 着风甚是奇异 堂堂镇山重宝 被野欢当柴草筑巢 实在是让人无言 古宫一线 着风崛起不愿意 会一飞冲天 兴风的一位长老这样说道 唉 着风想要崛起 谈何容易 传承断绝五百年 门徒接舞 满山荒迹 想要重接断绝 难而又难呢 李若鱼叹了一口气 兴风的一位长老 淡淡地扫了一眼叶凡 这应该算是一个不错的苗子 叶凡心中坠一坠 这些老人都不简单 他怕露出什么破绽 刚才已捉弓威压兴风数十弟子 不知道这些老人做何感想 若是对他不满 那可是不妙啊 此刻 他已经将骨弓收起 散去了恐怖的威压 几只老鸭呱呱大叫 从他身边冲起 飞到了不远处的一株枯树上 随后 兴风几位长老告辞 就要离去 李若鱼在后面换住了他们 卓风将重整山门 请几位师弟转告兴风之主 还请稍微约束弟子 卓风毕竟唯一主风 不要再闯入 兴风的几位长老闻言 身形顿时一致 其中一人说道 我等会转告 直到远离卓风 兴风的几位长老 才低声谈论 当中一人猝眉道 卓风为何这样出现了 看来我们这位李师兄 并不简单 新年我们都太小看他了 以为他资质低下 难以有成 不想他独守卓风多年 竟然看不出深浅了 卓风这个地方很怪 很多事情不能以常理度之 李若瑜该不会成为第二位卓风大能吧 他们想起了卓风的过去 曾有一位前贤 资质并不佳 但却在卓风传承未宪时 得到了修行法门 最终其成就 堪比上古大能 法力盖世 卓风 卓而不卓 华光内域 重新崛起 不愿意 我有这样一种感觉 兴风的一位年岁很大的长老 这样说道 就算捉风重新崛起 极度鼎盛 又能如何 兴风才是太宣门的根基 为最强传承之一 史上半数长教 都出自我们这一脉 此刻 叶凡很庆幸 只考虑一只野兔 而没有将九只老鸭打下来 他不知道 要是真那样做的话 会发生什么 黑漆漆的骨弓 上面的几个虫洞很醒目 叶凡怎么看都觉得奇异 若是重宝 怎么会被虫子咬透呢 李若瑜站在九阶天梯前 从叶凡手中接过捉弓 轻轻抚摸 最终将骨弓放在了骨玉石阶上 九种颜色的玉石 由水波流动 将捉弓淹没 而后竟由火焰跳动 黑漆漆的骨弓燃烧起来 叶凡大吃一惊 前辈 你这是在做什么 相传 山为京 公为根 此宫是捉锋的一把钥匙 也许 可以让传承再现 叶凡见骨弓在燃烧 惊到 这可是一件重宝啊 不会就此毁掉吧 回不掉 只会融入捉锋风中 为事更胜 山公一体 可烈天穷 李若宇感叹 传承确实不该重现呢 我不知道 这样做能否开启 火焰跳动 捉弓融入九阶天梯中 彻底消失不见 最终 一切都平静了下来 叶凡感觉到一股微妙的变化 此风 越发内敛 平淡无奇 似低矮了数百米 已经不足 两千六百米高 周围很多从风 都比它高出一截 我若是作画在这里 你便离去吧 李若宇说完这句话 盘坐在九阶天梯前 像是枯木般 一动不动了 李前辈 叶凡心中一惊 想要相劝 但却无从开口 最终 他走到一边 翻看老人送给他 那本颜色泛黄的博册 里面有一些修行的法门 但更多的是感悟与经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令人追递